这是古代科举的作弊小抄 一厘米能盖住六个字 和火柴盒一样的小书 居然能写四万多字 这么小的字是用老鼠的胡须写成的 用放大镜甚至能看见笔风 但要想带进烤场可不容易 进场前的搜查那是相当彻底 你得拖得溜干净 连头发鼻孔耳朵眼这些小细节都不放过 鼻杆要镂空 干粮甚至掰碎才能带进去 一旦搜出夹带 你可要吃大骨头了 带着五十斤重的枷锁 站在贡院门口试重三十天 身子要是单薄一点 估计小命难保 乾隆为了严查作弊 还给负责搜查的士兵开出高额赏金 抓到一人作弊赏二两银子 这在当年够一家老小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小抄做的再隐蔽也只是小把戏 很多人把工作做在考场之外 比如清朝第一科举舞弊大案 顺治十四年的会事 就是俗称的进京赶考 二十五名考生买通考官提前得到试题 双方在约好暗号 在某行写某个语气注词 判卷的时候就能给他们打高分 轻着简单 但工程量可不小 打通一个关节 往往就要几千两银子 白花花的银子送出去 发榜时 却有五人发现自己没上榜 于是他们把事情捅了出去 顺治龙眼大怒 斩首七人 一百零八人流放关外 两百多人被打板子 成绩也全部作废 顺治亲自出题 重新考了一遍 历代都对科长舞弊下狠手 可人头落地之后 还是继续有人听而走现 那真材实学的壮眼卷 能有多优美 下一期继续